香港示威者在11月11号发起纪念日三大活动之后 多机学校因为停课而成了示威者跟警方之间的战场 昨天示威者跟中文大学学生连同发起突袭二号桥行动 在中大二号桥设置路障堵塞交通 在场驻守的警方多次向中大释放催泪弹 并冲进校园逮捕示威者 有消息指出原本警察跟校方曾经一度达成共识 说只要示威者不进攻就愿意退回二号桥 只留下少许的警方待命 但是有部分示威者不接受条件 结果还是上演了警民冲突 在三个小时内 防暴警察发射了超过100枚催泪弹 有大约60名学生受伤 其中还有人头部中弹失去知觉 香港警民冲突又在升级 从远处望去 警方触动水炮车向大批示威者射水 以驱散示威者 但示威者却没有散去 反而在桥上焚烧杂物 现场是一片混乱 从桥上往下看 马路上都是长长的车龙 车辆根本无法行驶 另一边乡 沙田富豪花园则发生示威者包围警车的事件 网上片段显示 一名落单的警员被示威者发现后 弃车而逃 结果遗留下来的警车 被多名黑衣示威者大肆破坏 示威者用棍子不停地敲打警车 还用石头砸烂车窗 有的示威者甚至站到警车上 这辆警车之后也遭到示威者纵火烧成废铁 除了警车 就连上水火车站也无法倖免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上水火车站宣布暂时关闭两个小时后 示威者向列车抛制汽油弹 车厢内火光四起 冒出滚滚浓烟 现场还一度传出爆炸声 车站内的警报声不断响起 月台上也布满杂物 到处一片狼藉 香港万局已经持续五个月 有媒体还形容 香港如今已经陷入暴力的漩涡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 发生警方向示威者开枪事件 之后一名男子被示威者放火 变成了人漏火炬 今天暴力冲突甚至延伸到校园内 这些令人担忧的情况 还有紧张局势日渐加剧严重 香港的经济形势 无疑是将会被拖累 很多的富豪为了应急 已经选择把资产存在海外账户 根据国际投行高盛的数据 今年9月 大约就有40亿美元的资金逃离香港 近几个月来 香港的家族办公室或者是私人银行 对开设海外账户的兴趣也明显提高 那部分客户呢 甚至有意把三分之一的流动资产存在海外 这样的趋势已经引起了香港政府的关注 并计划使出终极绝招 为富人准备减税的措施 根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香港政府计划向私人银行 还有家族办公室提供一系列激励的措施 包括减税 以支持香港1.5兆美元的财富管理行业 那据了解 香港政府避免国内的资金 外流到附近的新加坡金融中心 与香港金融监管机制呢 在未来三个月内 他们将会制定相关的优惠 包括额外减税优惠 减化监管的措施等等的 共产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